大家好,南花病害的防治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预防大雨治疗 因为如果等到南花已经感染了病害 我们再来治疗的话 就算能够治得好 它后期也是成为一株若苗 也是很难复壮的 那么南花的病害的预防就非常的关键 那么南花到底什么时候 才需要给它做好病害的防治呢 其实最关键的时期 就是在高温高湿的一个生长环境下 这个时候病菌开始大量的繁衍 那么我们这个病害的防治工作就一定要做好了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正确的预防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平时 不管是喷水或者是浇水的时候 都一定要注意 不能够让这个水流度到液性里面 然后盆土也不能够出现积水的情况 因为液性一旦积水或者盆土积水 它都会容易滋生这个病害 然后导致这个南花感染病害 出现这个养护问题 那么第二点就是一定要加强养护环境的这个通风透气 通风呢可以将多余的这个水分呢给蒸发掉 也可以起来一个降温的效果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以避免这个病菌的滋生 第三点就是我们在这个温度高湿度大的情况下来 一定要用药预防 这温度呢我们大概在15度到30度这个区间内 然后呢湿度又相对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的这个病害啊 它的繁衍速度非常的快 那么我们要用哪些药来预防呢 用药我们大家要注意一定不能够只选择一种药 因为长期只使用一种药的话呢 它的用药效果会不好 而且还很容易产生这个耐药性 那么我们一般常用的药的话呢 就是使用这个甲肌流菌磷 还有这个乙座多菌磷 再加上百菌氫 那么这三种都是南华预防病害常用的这三种药 这三种药都可以将这些病菌的全部杀灭 但是呢用药的时候大家要注意 我们最好就是三种药交替来使用 假如说你这一次呢用的是甲肌流菌磷 下一次我们再用多菌磷 再下一次呢我们再用百菌氫这样子 交替来使用就可以了 最好就是准备两到三种这个杀菌药 那么在现在春季啊 这个温度回升 再加上呢春雨绵绵 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呢 南华的这个病害的防治就非常的关键了 大家一定不要忽略了这一点 这对于南华后期的生长非常的关键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